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馬主持杯 大家好 童修問我說 什麼是陽德 什麼是陰德 我在藉此機會來分享 有關於德行 這些什麼陽德 陰德 福德 功德 還有邁德 這邊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所以陽德跟陰德 中國有陰陽 陽就是光明的 陰就是看不到的 黑暗的 所以陽德很重要的是陽德 是你在人世間 陽間做的事情 你有公開 大家都知道的 這叫陽德 如果基因德是什麼 陰德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陰陰的做就是基因德 各位觀眾朋友講陰陽 陽哥知道 陽就是社會 那你救了一個人 報紙幫你登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 這叫陽德 那你陰陰的做 陰陰的做 別人都不知道 你幫助一個人 那你不記名 你默默的做 那你的陰德就有了 你的陰德就有了 那陽德大還是陰德大 陽德陰德都要做 可是陰德的功德的效力 陰陰的大陰的 陰陰的大陰的 不是大一倍兩倍 應該說萬倍一倍 也是說我們默默的做 那個比較那個能量 比它大太多了 帶了幾千幾百幾萬倍 所以我常常叫人家 都是陰德 這是我在詩中看到的故事 我覺得蠻好的 有一個風水師 他在幫人看風水 所以要走得很久 走得三天三夜 很累 那天中午大太陽一下 走得非常累 非常口渴 剛才走到一個村莊 有一個大富人家剛好在蓋房子在堆那個牆 有一個麥子 水泥塗 以前古書就是這樣 麥子 泥 塗那個牆 在很多工人在那邊做 過期要一杯水 工人要告訴老闆是哪一個 那個是老闆 那個是大富人家 那大富人家的老闆就出來了 他說我很口渴 想跟你壓一杯水 他的老闆 好好好 他就是旁邊拿一個碗 水倒進去的一碗水 可是他順手拿著 咪咪就拿著一個 往那個麥 塗搶的那些麥 就把它弄在那邊 髒髒的 這個洪水老師就聽看到這樣子 我跟妳壓一杯水 妳還故意給我換一個麥在那邊 他不給我喝 可是因為太渴了 他也不跟他計較 當老師也有他休養 他說心裡悶得氣 然後來 因為口渴 他用水把麥 吹到一邊 然後再把它喝了 喝了以後呢 老闆也餓氣的問他 你這蟲是什麼 他說我是看風水的 看陰仔幫人家寫墓地的 然後老闆就說 我剛好也需要看老師來幫他看 那妳能幫我找一個地方嗎 那個老師呢 風水師也想 好了 你剛剛這樣對待我 這麼心那麼壞 喝個水也這麼小氣 那我就幫妳找一個 找一個 五虎撲羊地 五虎撲羊 吃了一個養的 讓妳不到三年 就敗掉了 就敗掉了 你如果埋上架器 祖先種架器 埋了 妳馬上什麼 就 三年一定讓妳敗掉 他就這樣幫他找了一個 這種風雪給他 害他 因為他氣 他覺得這個老闆不是好 那 經過了三年 這位洪雪老師又經過這個村莊 我去看看他 這個老闆是不是敗了 結果被氣了之後 沒想到 他們家竟然有衛兵 古書的衛兵拿著刀 拿著槍 他們家竟然當官了 有人當官 結果有人衛兵要護衛的 那更旺 更興隆 他說很好奇 為什麼 看他就要講一句拜幫他 主人看到他 老闆看到他 好高興要過來就抱他 然後對他很光敬說 感恩耶 恩人 感恩恩人 因為你幫我找了一塊好的風雪 我們這三年 我的孩子都考上壯銀 我們的家裡非常好 他很納悶耶 但我明明找了一個風雪很差的 為什麼你會這麼好 然後心裡就很坦率地跟他老闆講 我當時給你找的地方不是應該這樣 那你能不能帶我去看看你那個風雪 他又帶他去看 結果他看了 烏龍牆 烏龍牆之地 本來是烏浮撲氧 變成很好的風雪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他就很坦率地跟老闆娘 當年你弄個水 然後有賣換它去 我覺得你也很小氣 我幫你找了一塊不是很好鬼 你怎麼不會那麼旺呢 這個老闆 老師你誤會我了 我當年呢 水拿起來一網水換了麥 是因為你趕路大太陽 火氣很大 突然間喝冷水會傷到會 傷到氣管 所以我把麥換在這邊 你才會吹一吹 把那個火氣吹出來 來喝這個水的時候 你才不會傷到身體 我沒有跟你講 這樣子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好痛好冷氣 對 只要你心非常善良 應得做得多 我們做好事不必要去告訴人家 也不要讓人家危機來危機 我們不要怕老天會顧你 這是我們馬子一直在告訴我們同修 都積贏德 都贏德 那揚德跟贏德 揚德我們看得到嘛 被表揚了 那花個獎金啊 給你名 給你利 你已經沒有了 只有應得才會留到在未來 你的命運才會改變 揚德你已經得到你的名跟得到你的利了 因為你公開了 大家對你尊敬了 你是善良啊 你是什麼 你已經沒有了 沒有那個腐敗了 沒有那個功德了 所以說 郭恩跟你講 揚德跟陰德 所以陰德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郭恩也講 跟同修 我們有個同修 他分享說 馬子為什麼這麼疼他 為什麼這麼疼他 他就是晚上三更半夜睡覺的時候 突然呢 啪了一聲 他們樓下的分割島 因為剛剛蓋了一個分割島 一邊有分割 那一邊沒分割島 在一個巷口前面 那一邊有分割島 大馬路 所以以前呢 大家知道沒有分割島 所以就開中線 摩托車都開中線 突然間那邊蓋了一個分割島 就撞到了分割島上面去了 因為大家都習慣 以前都沒有分割島 所以啪啪 就一個人 摩托車就倒了 那咦咦咦咦 救護車都把他帶走了 然後他繼續睡覺 又沒多久 又啪了一聲 結果他一看 他就吃著汽車 一個婦女 一個婦女 摸著胸部 胸部受傷就下來了 那我們同修就在想 哇 原來最近這個分割島蓋好 大家都不習慣 現在不習慣 晚上三更半夜急著回家 就有機會開中線 啪 就衝了 然後就撞到了 所以他儲備心起來 就趕快拿去在車上拿那個三角架 就放在這婦閣島上面 那當然這一晚上就沒有帶什麼 有人撞車了 那這個婦閣 三角架一直放在那邊 他一直顧著他 顧著他好幾個人 顧到前面的也開始蓋婦閣島了 馬祖說他基因德基因德 他做了善事沒有人知道 他不用講我們沒有人知道 爹爹不會知道 爹爹不會知道 所以馬祖特別疼他 馬祖特別疼他 他有手球馬祖給他 這就是陽德跟陰德 就是說我們常常馬祖說 馬馬祖的名字叫林默良 就是默默的做 甚至你做了事情 對方會誤解你 可是你真的是為他好 你也不要去講 一輩子都不用去講 不要去講 你的因德絕大 他們的祖先會感恩你 神會感恩你 所以我們要做事 我們經過一個馬路 有個大石頭在馬路中間 我們要趕快把他搬走 你知道你沒有搬走 不小心人家撞上去了 我們看到平教道 那個警示燈壞掉了 我們發現他壞掉了 我們應該打個電話 給相關單位 叫他趕快來修 我們無形中救個人 我們看到水很深 然後沒有警示牌 我們趕快做一個警示牌 換在那邊 這裡水太深太危險了 不要游泳 小朋友要游泳太危險了 小朋友不要玩玩太危險了 你就救了一個小孩 可是他不會感謝你 因為事情沒發生 那就是陰德 救人 別人也不知道 救以無形 然後做善事呢 不告訴人家 那就是陰德 好 那今天問我說 什麼是陽德 陰德 那君呢 還要講一個叫賣德 叫賣德 什麼叫賣 就出賣的賣 我今天做一個善事 我到處先亞先揚 到處去先揚 你已經把你的德行賣掉了 你已經沒有德行了 那你講一次 沒有關係 你要講第二次 講第三次 下去 你就是賣掉了 你將來會受到的果報就是責爛 你會很多的責猛 很多的困難會來靠你 我們YDM同學 我常常跟同學講 在公開場合裡面 千萬不要講 我們做了什麼善事 做了什麼善事 只非你要宣傳 呼應大家一起來做 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德行 自己的因德 自己的養德 大事先來 你就是在賣德 不管是個人 或是團體 都是一樣 盡量不要去誇讚 自己是好人 不講好人 你可以教育 大家一起來崇散 可是不要這樣 所以人家要報道你 要報道你 您的多好 我說對不起 你這樣 我自己上台在講 講說我們多好 他知道賣德 馬子 告訴我沒 遲了 你再激勵大家 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來宣傳這個活動 可以 可是你不可以說 你做了多少的 揚德、贏德 你千萬不能講 那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基因德 因德就是不為人知 甚至於 我們會去辦黑臉 那講一些人家都不好 人家你小孩子來 有時候我們會辦黑臉 那黑臉就讓小孩子 將來想到我這一句話 他會改變 一些行為不會一直做 好 以上的 各位今天把你回答 各位 什麼叫揚德 什麼因德 我們是拜馬子 馬子就是 莫名冠祖金 馬子就是母得莫名冠祖金 冠古金 也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學習馬子的 默默地做 多基因德 多基因德 以上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馬子來慈悲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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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